iPhone 13 Pro相机侵犯专利 现赔偿范围包括苹果旧设备 异常声称苹果iPhone相机侵犯专利的送现在已经扩大 要求赔偿的范围包括苹果旧设备 此前 EmoVision称苹果公司的iPhone 13 Pro和iPhone 13 Pro Vax 侵犯了其超宽摄像口的专利 EmoVision最初发起的诉讼 包括将诉讼范围扩展到其他设备的可能性 现在它已经增加了iPhone 12系列和2021年的iPad Pro 根据彭博社报道 据报道 该诉讼的唯一变化是增加了这些设备 现在诉讼焦点仍然是这些设备 还有被描述为物净结构的东西 这些结构压缩了图像的中心和边缘 同时扩大了中间区域 因此 该系统能够以最小的失真捕获广角画面 据EmoVision称 这侵犯了其余2005年获得的捕获和显示 可变分辨率数字全景图像的方法专利 也违反了EmoVision和苹果公司 在2014年6月签订的协议 请不吝点赞考考察 请不吝点赞考察 对我说